接下来看的是娱乐圈的大消息 在昨天晚间第56届电视金钟奖正式举行了 今年的赢家是谁 市地就是由深深逝世的薛舍林拿下 他同时是拿了两座奖哦 以做工的人也拿下了迷女剧的男配角奖 绝对是昨天的大赢家 另外呢这事后不负众望 是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钟心灵 由她拿下了这个奖 而这婆婆真的好厉害 也帮着Darren邱凯伟拿下了男配角奖 还有哪些人得奖呢 一起来看昨天的精彩画面 薛士林做工的人恭喜 薛士林深深逝世 薛士林气势林立 从偶像团体大嘴巴转当演员 斜杠人生杠上开花加两台 赢得金钟市地 还以做工的人获得本届迷你剧集男配角奖 演技双倍肯定 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我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他们都拼了命的在做 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奖献给他们 钟心灵 金钟事后不负众望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的婆婆钟心灵 然后我觉得婆婆吸出很温暖的气 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疼爱 跟着我们一起骂媳妇 一起疼儿子 然后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喜怒哀乐 婆婆那么可爱又厉害 男配角呢邱凯伟首度入围敲响金钟 简慢书也是首度带回女配角讲座 徐燕玲 客家电影院光的孩子 迷你剧女主角由剧场天后徐燕玲 以客家电影院光的孩子脱颖而出 李明顺 迷你剧男主角则是来自新加坡的李明顺 以做工的人坐上金钟式地 他人虽然无法亲自来台湾领奖 不过在新加坡的酒店房间透过视讯表达感动 真的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以台语的呈现来演一个角色 为了我的台语奔波劳努辛苦了 我知道我知道 而今年戏剧节目新人奖 由天才童心年仅12岁李毅乔 以天桥上的魔术师获得 天桥上的魔术师导演杨雅哲也同步拿下导演奖 二十年前吓哭了 我刚刚在台底下还是心砰砰的跳 这就是得奖的魅力吧 天桥上的魔术师包括最佳导演 戏剧节目 摄影灯光美术设计和新人奖 一共拿下六大奖 是本届金钟最大赢家 华新闻黄美慧方启年台报道